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在视察武警海警总队东海海区指挥部时强调 把握海警力量建设运用特点规律 提高海上维权执法能力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切实加强耕地保护 抓好盐检地综合改造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简化 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 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东油菜播种基本结束 面积稳中略增 加沙地带临时停火协议 今天到期 以色列与哈马斯再度爆发冲突 俄罗斯方面称 俄军在库比扬斯克 顿涅茨克等方向击退乌军 乌克兰方面称乌军在地涅薄荷左岸继续坚守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1月29号到武警海警总队 东海海区指挥部视察 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把握海警力量建设运用特点规律 提高海上维权执法能力 初冬的上海 风景秀丽 清爽宜人 上午10时15分许 习近平来到东海海区指挥部机关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亲切接见 该指挥部有关同志 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东海海区指挥部工作汇报 通过视频查看海警舰艇编队执行任务情况 报告主席 我海警两国动腰编队 由海警两国动腰11动四线组成 于11月22日开始执行东海专项共航安保情务 目前海上态势总体平稳 我们将持续保持高度戒备 确保作业安全 请主席报信 报告完了 习近平对东海海区指挥部建设和完成任务情况 急于肯定 习近平强调 要有效维权执法 坚决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要建立健全海上执法协作配合机制 依法严厉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 维护我国海洋经济健康发展 要务实开展海上执法对外交流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海洋治理 习近平指出 要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加强整体谋划和工作统筹 制定好路线图 施工图 扎扎实实 提高指挥部建设水平 要抓好相关改革任务落实 推动力量体系优化升级 为指挥部建设创造更好条件 习近平强调 要全面加强指挥部党的建设 确保政治过硬 第二批主题教育正在深入开展 要历届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取得扎实成效 要严格教育管理 狠抓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落实 确保秩序正规 安全稳定 要高度重视基层建设 锻造坚强战斗堡垒 提高基层自建能力 各级要满腔热忱 为基层排忧解难 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积极性 齐心协力 开创指挥部建设新局面 何卫东等参加活动 12月1号出版的第23期求是杂志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切实加强耕地保护 抓好盐检地综合改造利用 文章强调 要深刻认识 加强耕地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先后实施一系列硬措施 守住了耕地红线 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 持续下滑趋势 同时要清醒认识到 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 耕地非农化 非粮化问题依然突出 守住耕地红线的基础上不脱底 农田水利方面欠账还很多 新时代新征程上 耕地保护任务没有减轻 而是更加艰巨 文章提出了加强耕地保护的 总体思路和关键举措 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 当前要突出把握好 量质并重 严格执法 系统推进 永续利用等重大要求 强调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 必须要有几个关键十招 一是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二是全力提升耕地质量 三是改革完善耕地占卜平衡制度 四是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保护耕地 种粮抓粮积极性 五是积极开发各类非传统耕地资源 文章指出 要抓好盐检地综合改造利用 盐检地综合改造利用是耕地保护和改粮的重要方面 开展盐检地综合改造利用意义重大 要充分挖掘盐检地开发利用潜力 加强现有盐检耕地改造提升 有效遏制耕地盐检化趋势 做好盐检地特色农业大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 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从全局和战略高度 剥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蓝图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长三角覆盖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三省一市 以4%的国土面积 不到10%的人口 创造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 并实施五年来所取得的成绩 总书记指出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是一篇大文章 要坚持稳中求进 一任接着一任干 在这个重要的关键基点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战略指引 从而进一步增强长三角的发展新动能 国际竞争力 五年来 长三角一体化 让老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家住杭州的补文平 上班在南京 业务范围又覆盖长三角 便捷的交通 让它并没有四处奔波的感觉 无论是工作 生活 长三角都还是非常方便的 一周可能会去一两个地方 像上海 包括苏州 无锡 合肥 基本上可以做到想走就走 不只是交通 五年来 长三角的公共服务 也在汇集更多的百姓 140项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长三角一网通办 37类高频电子征兆 实现共享互认 今天过来办车价管业务了 像我们做物流生意的 今天在长三角这一块跑 特别能体会到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好处 做业务 开展一些活动 就像一个地方一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 目前 长三角科技资源 共享服务平台 已集聚大型科学仪器超4万台套 在合肥 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已有300多项科技成果转化 孵化企业200多家 长三角地区汇聚了很多的 创新资源和人才优势 我们与张江实验室 上海光源 开展了紧密的合作 接下来我们还将通过协同创新 不断推动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的产出 把科技创新的优势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总书记要求 长三角要跨区域 跨部门 整合优势资源 实现强强联合 在长三角宣程产业合作区 百亿级钠离子电池项目 正在紧张建设 今年以来 这个合作区引进项目67个 八成来自滬苏这地区 在延城滬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 滬苏两地正在携手推进一批 新兴产业落地 习总书记强调 有序推动产业跨区域转移 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我们发挥区位优势 主动靠上去 精准接上去 全力融进去 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链 供应链分工合作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 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充分发挥长三角产业体系完备 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 协同推进产业的强烈 研练 补链 为长三角乃至于全国高质量发展 当好经济加仓实 发展动力源 改革试验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长三角区域要积极推进 高层次协同开放 今天在浙江安吉港 一艘货轮正装载 要出口的绿色家居产品 目前浙江 安徽 江苏 有四个内核港口 与上海港实现了联动阶线 一次放行 在上海浦东新区 围绕高水平开放 当地正在加紧制定 新的改革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携手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领航定向 我们将共同推进 高水平制度性开放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支撑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 为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新增程 指明了前进方向 这将全方位接轨上海 携手输完 以数字长三角为轻盈 进一步塑造科技产业新优势 再推进共同富裕 民营经济等方面 永担新型者 共同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长三角区域加强生态环境 共保联制 从西安江到太湖 从宛南到浙溪山区 三省一市推进重要生态屏障 和生态廊道共同保护 太浦河串联了苏州 上海嘉兴三地 水系联通 岸坡整治等工作 统一推进 今天三地的工作人员 正在巡河 现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理念 深入人心 过去那种清理垃圾靠风 刮到哪边哪边管的情况 再也不会出现 最直观的变化 每年我们水葫芦打量料 从过去前年三十几万吨 下降了一半 未来我们要进一步 落实总书记的指示 让更多的百姓 参与共治共享优美环境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为根本遵循 砥砺奋进 久久为功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不断谱写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抓实主题教育 使长三角真正成为 区域发展共同体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 走在前列 更好发挥先行探路 示范引领 辐射带动作用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国务院总理李强 12月1号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推动高质量发展 综合督察情况汇报 研究明确关于加快 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 若干措施 讨讨中华人民共和国 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 研究生物育种产业化 有关工作 会议充分肯定了 推动高质量发展 综合督察工作 取得的积极成效 指出 此次督察发现的问题 集中反映了 企业群众的极难筹判 和工作推进的 独点难点 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 督促有关方面 对照督察发现的问题 一项一项抓好整改 举一反三 改进相关工作 切实推动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要高度重视 深入研究 督察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 在制定出台 有关政策措施时 积极予以吸收 会议指出 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 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 加快调整完善 国内相关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 促进内外贸标准衔接 检验认证衔接 监管衔接 推进内外贸产品 同线 同标 同制 要聚焦企业需求 和市场反馈 及时优化政策 切实打通阻碍 内外贸一体化的关键读点 助力企业在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 顺畅切换 要优化 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环境 落实好相关财政金融 支持政策 共同促进内外贸 高质量发展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 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 决定将修订草案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物质基础 根据形式变化 适时修订矿产资源法 对于依法开发 保护矿产资源 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 十分必要 要加快推进勘探开发 和增储上产 深化国际合作 加强储备体系建设 夯实矿产资源保障基础 要大力开展技术装备创新 推进产业 绿色化 智能化发展 提升矿产资源产业链 韧性和竞争力 会议听取 生物育种产业化 有关情况汇报 强调 要进一步细化完善相关措施 在严格监管 严控风险前提下 稳慎有序 推进相关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当前冬油菜播种基本结束 今年冬油菜播种的一大亮点 使面积稳中略增 中央每亩补贴150元 鼓励长江流域 利用冬咸田扩重油菜 湖北落实产油大县奖励资金40% 用于油菜统一工种 加快中油杂501等 高产优质多亢品种推广应用 全省冬油菜面积达1900多万亩 创历史新高 四川冬油菜面积 预计超过2160万亩 比去年增加55万多亩 在眉山清神 当地通过料荒地整治 腾退低质低效果园 扩重油菜5000多亩 我们利用了我们的冬咸田 独收一只油菜 每门征收200来月 播种质量好 苗情长势好 是今年冬油菜播种的 又一突出亮点 农业农村部启动实施 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三年行动 有效提高了播种质量 湖南下达近10亿元资金 支持油菜提单产 18个整建制推进线 因地制宜推广机械化直播 和育苗移栽等绿色增产技术 江苏支持建设油菜 绿色高产高效切母片示范片30个 在南通海安 当地在国家补贴基础上 再补贴200元 推广机械化移栽新技术 目前冬油菜田间管理已陆续展开 农业农村部已分类提出技术指导方案 促进撞苗培育 确保安全跃动 今年成都引进了106个顶尖科技创新团队 发布了3000多项电子信息 新材料等领域的科技成果 这些突破都源于成都 为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 而不断搭建完善的高质量创新平台 大熊猫国家公园里 巡护员正在寻找野生大熊猫的粪便 因为里面藏着大熊猫的身份密码 从中提取DNA初步测定后 收集到的原始数据 每周都会被送往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 过去只能从新鲜粪便中提取DNA 而获取野外大熊猫的新鲜粪便非常困难 国家超算成都中心的超大算力 助力王野博士带领的团队 成功突破大熊猫 陈旧粪便遗传鉴定的难题 将野外大熊猫精准调查和保护 变为了可能 我们共建了一个 病危动物遗传与计算的创新中心 也就是做大量的这种传输探索 从2021年投运以来 成都超算中心已经服务了 1200多家用户 完成了5300多万项课题任务 其中10万核心量级的超大任务 超过了100项 为科研成果转化提供最强大脑 我们达到的流体绿学仿真平台 已经突破了万卡量级 极大的提高了工业仿真的速度和能力 引擎作用是越来越突出了 作为东树西算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乘于国家枢纽节点 近年来 成都积极布局前瞻新型基础设施 形成了超算加智能加云计算 加边缘计算的一体化算力支撑体系 打破传统要素驱动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财政部数据显示 一至十月 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68万9744.6亿元 同比增长3.9% 利润总额38326.4亿元 同比增长7.1% 国有企业生产经营 持续稳定恢复 主要效益指标 呈现较快增长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 截至十月底 全国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机规模再创新高 达到14.04亿千瓦 同比增长20.8% 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49.9% 第四批国家组织 医用耗材集彩 昨天在天津开标 此次集彩覆盖人工晶体类 和运动医学类耗材 拟重选品种平均降价 70%左右 每年可节省费用超100亿元 预计明年5-6月落地实施 将广泛汇集 接受精体植入的白内障患者 以及因劳动、运动、肌肉韧带受损 需要手术的患者 今天我国首个国家级 海上风电研究与试验检测基地 在福建开工建设 该基地包括路上检测中心 和试验风电厂两部分 可以开展世界上最大容量的风电机组 和最长尺寸的风机叶片检测试验 基地计划于2024年建成 将填补我国海上风电领域 大功率全尺寸装备试验验证的空白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 各地举行了多种活动 普及防治知识和技能 截至2022年底 我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 122.3万例 基本阻断了经输血和血制品传播 有效控制了经注射吸毒和母婴传播 我国艾滋病疫情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昨天第六届中国国际工业设计博览会 在湖北武汉举行 本届博览会设有地方展区 国际展区 武汉创新设计专题展区等五大展区 共吸引了全国22个省区市 超300家企业参展 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及五星卡今天正式签发启用 首批共有来自美国 英国 俄罗斯 新加坡 韩国等20亿个国家的50名外国人 取得在华永久居留资格 军媒在经济 教育 科技等多个领域 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人员 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今天公开通报一批典型案例 涉及破坏沿海防护林 红树林保护不力 地下水超财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全国总工会近日启动 治理倩新冬季专项行动 要求各级工会加强对 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设领域 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等行业的排查 推进和法院 检察院等部门的 协作联动机制 进一步加大工会法律援助服务力度 建立异地协作机制 努力做到应援 近援 昨晚 大地情深全国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会演 在中央各剧院举办 来自全国13个省区市的优秀群众文艺作品 集中亮相 该活动每三年一届 集中展示以群星奖获奖作品为代表的 优秀群众文艺发展成果 今晚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 将播出对古巴总理马雷罗的独家专访 马雷罗表示 中国的全球视野和向世界开放的举措 给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机遇 做出了榜样 希望古中两国继续加强合作 节目在央视新闻 央视频 央视网等 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1月24号开始 订阅次延期的加沙地带临时停火协议 今天到期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均未宣布延期 双方相互指责对方 在停火结束前违反停火协议 以军今天称 已恢复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的打击 哈马斯方面称 正在各条战线恢复行动 抵抗以军进攻 我现在就是在以色列加沙边界的 城镇斯带罗特 我们在现场能够不断地听到 从我身后大约三公里外 加沙城镇拜特哈嫩 传出的巨大的爆炸声 看到不断升起的浓烟 我们刚才在抵达斯带罗特之后 也是多次地听到这里拉响防空警告 并且看到乙军发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 来拦截加沙境内的火箭弹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称 乙军最新一轮袭击 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早上七点停火结束 以色列战机舰艇发动的新的袭击 造成多人伤亡 乙军还首次向汉尤尼斯民众 发出威胁和警告 要求民众必须撤到更南部的拉法市 人们非常害怕焦虑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吉哈德下属武装派别 圣城旅今天称 对以色列多个城镇发动攻击 本轮板以冲突已持续近两个月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通过卫星图片分析认为 截至11月29号 加沙地带多达三分之一的建筑遭到损毁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1月30号说 加沙地带现状不可接受 他严重怀疑以色列是否遵守了国际人道法 以色列随后宣布召回驻西班牙大使 俄罗斯国防部11月30号称 俄军当天在库皮扬斯克 顿涅茨克等方向击退乌军 并打击乌后方指挥所 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等 乌克兰方面称 乌空军对俄军人员军事装备区发动打击 并在赫尔松地区的地涅薄荷组案继续坚守 俄方则称 在赫尔松方向导致乌方人员和装备损失 11月30号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外长会上表示 欧安组织已沦为北约和欧盟的附庸 正处于消亡边缘 他还说 美西方大量制裁破坏了俄罗斯与欧洲 在诸多领域的合作 进一步令欧洲安全局势变得紧张不可调和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11月30号表示 西方迄今在乌克兰危机中制定的战略是失败的 斯洛伐克必须为冲突结束后的局势变化 做好准备 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德国驻俄罗斯新西伯利亚 叶卡捷林堡 加里宁格勒三地的总领事馆 已停止运转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和阿曼11月30号在印度洋北部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举行了联合海上救援演习 演习内容包括 两国军用直升机对该水域的海上交通进行监控 伊朗无人机进行侦查飞行等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处 11月30号发布声明说 多个欧佩克加成员 明年第一季度将继续自愿减产 减产总额为日均220万桶 其中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分别自愿日均减产100万桶和50万桶 由于市场担忧 全球经济前景不佳 影响石油需求 国际油价近期走弱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从今年9月的每桶90美元以上 跌至近几周的每桶80美元左右 根据美国司法部日前公布的消息 一名印度政府工作人员 被指操纵他人 试图于今年年中 在纽约暗杀一名美国 西克教高层人员 对此印度外交部11月30号称 已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进行调查 今年9月 加拿大方面指认印度特工 涉嫌参与暗杀 加拿大西克教领袖尼加尔 引发两国外交风波 11月30号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8次缔约房大会开幕当天 大会就启动损失与损害基金 达成一致 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 发达国家对气候基金 适应资金 损失与损害基金等 都负有出资责任和义务 发展中国家是自愿出资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